在这个影片里面我想跟你分享三个方法 来让你的资产翻倍 如果你想要迟到的话 就一定要看到最后来看一下 这三个方法哪一个最适合你 Hello大家好我是一人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个频道是专门教别人如何达到提早退休 还有一些个人成长的资讯 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更美好 这样子 那第一个方法就是 安全牌 然后接下来是勇气牌 到最后呢是壮胆牌 那看这三个叙述你就知道呢 壮胆牌的速度是最快的嘛 如果你想要你的钱能够快速翻倍呢 可能就需要去壮胆一下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什么是壮胆牌的话呢 记得一定要看到影片的最后哦 我们现在从第一个开始就是呢 安全牌的人 安全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你会去挑选一些比较安稳的投资 去做投资 就是成长率呢不会太夸张 但是也不会太保守 可让你的资产呢每一年都可以上涨 这样子 在这个影片里面呢 我就不包含投资型保单 或是说定存等这类型的投资了 因为呢这些投资对我来说 并不太像是投资 因为他们的回报真的太低了 所以呢在今天这个影片里面呢 会会focus在其他的东西 那安全牌的人呢我们会挑选比较多像是 ETF啊股票啊房地产啊甚至是自动洗衣机等等的资产呢去做投资 那这群人里面呢你们就会选择一些稳定的投资 就这个挑一个这个挑一点 去建立成自己的一个投资组合 那每个月呢你领到薪资之后呢 只要把你薪资的一部分 拿去投资这些东西 每个月都重复做一样的事 在别人眼光看来呢 你就觉得说你怎么这么无聊 就每个月都做一模一样的事 但是呢你的资金就是一直有在成长 每一年都比一年高这样子 那这样子稳定下去呢 总会有一年 你的资产就能够翻倍 其实呢是有个算法叫做七二法则 我们先来算一下 比如说你的投资年化回报率是2% 72除以2那于36年 所以意思就是说白话文 如果你的投资组合一年 只有给你赚2%的话呢 你的投资组合需要36年才能够翻倍 这很久很久 如果你的投资组合每年可以给你赚个3%呢 就是24年就能够翻倍了 指数差不多7%到10% 房地产应该也是差不多这个区间了 那如果你的投资组合回报是7%的话呢 代表说10年之内呢就可以翻倍 但如果可以把它拉高到10%回报的话呢 是7.2年呢就能够翻倍了 这个法则呢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股价的成长加上股息重新再投入 已经计算进去了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或是正在看这个频道的观众 忠实观众呢基本上都是安全牌的人 刚开始接收到投资的时候我是安全牌 就是乖乖这样子一个乖乖的 那现在呢我已经慢慢的move on到第二个牌 叫做勇气牌 勇气牌什么是勇气牌呢 勇气就是一直说呢 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还是做一些决策的时候呢 我们是非常坚定 我们有勇气 我们有那个信心去做出我们每一项决策 而且我们非常的清楚的知道 为什么我们做那个 为什么我们做那件事 然后做那件事呢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有时候勇气呢是来自于 你准备的充足 然后你知道在做什么 还是说迪士尼就说 勇气呢是当你知道你对一件事很害怕 但是你还是去做 这就是勇气 那我比较倾向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看法 OK 在投资界里面呢 有一句话 应该大家都挺懒的就是呢 当扁恐惧我贪婪 当扁贪婪我恐惧 这应该很多人听过的嘛 对不对 如果你有没有听过的话 我讲解一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现在你的家人 你的阿姑阿姨 叔叔阿公 都在跟你说 股票啊 现在很赚了 加密货币很赚 你一定要赶快投资加密货 你有没有买加密货币 你有没有买那个什么币 你有没有买那什么股票 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呢 代表很多人都在贪婪的情况下了 当越来越多人这样子讲的时候 你就要越恐惧 如果现在呢 你身边的人都跟你说 现在股票很危险哦 现在股票跌得很夸张 你有没有买股票啊 有买股票的话 赶快把它卖掉哦 这样子呢 你就知道大部分人是在恐惧的情况下了 那如果遇到恐惧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呢 就要贪婪嘛 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 现在大家是在恐惧 还是大家在贪婪呢 不要用我们的social media 不要用我们的社群去判断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的社群知道 你喜欢看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推荐类似的东西给你看 所以呢 基本上 如果你使用YouTube 然后喜欢使用IG 来得到你的新闻的话呢 基本上你都在活在同温层里面 所以你就很难用这个方式呢 去判断一下 你身边的人是不是在恐慌 还是说贪婪 那我的建议就是 你看一下身边 平时不会投资的人 如果平时不会投资的人 都开始讲投资 那你就知道 Oh my God 他们在贪婪 等等了 还是说你平时做的 在看股价等等的 你就是按照自己的计划 这样就好了 我们拉回来勇气牌 当我们讲说 当别人在贪婪 我们很恐惧 当别人在恐惧 我们很恐惧 这样用讲的 很容易 但是股价正在跌的时候 我相信呢 很多新手投资者 或是刚投资个 一年以下的年资的人呢 他们就会开始觉得说 虽然我知道这件事情 虽然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很怕 所以我就卖掉了 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那基本上呢 大部分的投资美股 没有在赚钱的人呢 都是因为他们一直进出 进出 进出 买了 等一下又卖 买了 又卖 买又卖 如果我们可以在股价下跌的时候呢 趁那个机会呢 去购买一些好的资产 平时你都已经在关注 平时你都已经在买的资产的话呢 等股价回弹的时候呢 你赚到的钱呢 就比平时多很多 甚至呢 甚至呢你的钱有可能就因为这样而翻倍了 透过股灾或是股市崩盘来获利呢 是非常多投资者会寻找机会的一个时候 我们用很直白的方式去想一下 如果有哪一些公司呢 有哪一些投资标定 你平时没有股灾的情况下你就已经在买了 在股灾的时候对你来说有差吗 应该没有差吧对不对 只是因为呢你被新闻的影响被股价的影响而已 你要去focus你当初定下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策略是什么 你要永远的知道这件事情 股市呢是唯一一个商场 就是当商品在特价的时候 消费者会往外面冲 通常一个商场周年庆到 人家就会往里面冲嘛 排队去买对不对 估计呢排不知道排到哪里去了 那为什么当你喜欢的公司 喜欢的投资标定在特价的时候 你反而是往外面跑的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讲到最后一个了 就是壮胆牌 壮胆牌呢就是呢 你会比较冒险去学习一些新的投资领域 这些新的投资的东西 可能不是你非常熟悉的东西 但是你会已经很相信 可能我们人类的未来呢 会往那个方向发展 所以你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了解那个东西 像是加密货币 说实话呢 我自己没有投资非常多的钱 在加密货币里面 因为我自己呢是比较像是安全勇气牌 我自己是被动式投资者 然后我的目标呢是可以赶快提早退休 所以我只有少部分的钱呢在加密货币 我当然还是很相信加密货币这件事情呢 我相信未来我们可能就会往那个方向去发展了 所以我有布局了一些 差不多只有100多万在加密货币里面而已 我没有非常多的钱在里面这样 一些观众觉得说100多万很多了吧 但其实呢不多 如果跟一些投资加密货币很久的人来比较的话 100多万不多 100多万只有一点点而已 那在这一两年我观察 身边的朋友或是甚至认识的人 但是不熟 还是说不认识的人 但是我听到 都有蛮多人呢 透过加密货币的投资呢 让自己的资产翻倍 在非常的短时间 几个礼拜 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就让自己的资产翻倍 因为他们挑选对的标的 那当你是撞蛋牌的时候呢 虽然你可以拉高你的活力 但是呢你同时呢也拉高了一些风险 最直接的风险就是呢 你有可能呢选错的投资标的 你有可能会遇到诈骗 因为当一个领域很新的时候 就会有越多的诈骗 大部分的人呢 对这个领域是懵懂的 所以他们才有机会去骗你的钱 最近NFT很夯嘛 对不对 很多人都投资NFT 在同时呢也会 很多人购买到不会赚钱的NFT 就怂恿去买 还是跟风险买一个NFT这样子哦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投资 比特币啊 加密货币啊 以太币等等的货币的话 然后你也相信 我们人类的未来会往那个方向 那我就会建议就是呢 花多一点时间去看一些YouTube频道 加密货币是目前 我发现有最多人愿意去上传免费的教学 每天都有非常非常多 因为呢 这个领域真的变化的很快嘛 对不对 你都可以听到某一个新的货币出现 每个礼拜我们都可以听到 某一个新的project 又要新上架 所以基本上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学 那当你看了这么多的影片 看了一些文章 然后上一些课之后 你就会发现了自己懂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自己对这一块领域呢 能够举一反三或是举一反十 学了一个东西之后 就可以这样去推很多其他的知识 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呢 是那个门槛是蛮高的 是学习的门槛 已经不是说投资的门槛了 投资加密货币呢 有时候几千块就可以开始了 门槛是蛮低的 但是那个学习的门槛变高了这样子 那你们也知道我有一个朋友是阿张 他是我目前遇过对加密货币最了解 最熟悉的一个人了 基本上有什么新的project 我不确定这个project到底好不好的时候 问他他都有办法跟我分析说 这个project怎么样怎么样 有什么好的投资标的呢 他基本上都知道 所以呢我只要什么东西不知道的话 我就去问他 他算是我目前学习加密货币的一个好伙伴这样子 我觉得呢目前我是在勇气牌这边 已经拨一点点资金拿去壮胆 拿去操纵一些比较高获利高风险的一些东西这样子 但是不会留太多的钱 因为我最终呢还是被动式投资者 我想要利用我的投资呢 来达到提早退休 那如果你看到这里呢 你对投资很有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到我们自由学院的官网去观看 自由学院的官网呢有两个课程 那第一个课程呢是美股被动式投资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是教你怎么利用投资ETF呢 来达到提早退休是比较安全型的 也可以把它套用在勇气型的哦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自由学院跟阿章合作的 加密货币被动式投资这个课程 还有工作坊 那当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可能工作坊已经结束了 但是还有那个课程 这个课程我相信只要你参加呢 上完这个课之后 你基本上该知道的东西你都会了 接下来也就是实作 举一反三举一反十这样子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我会把这两个课程的链接呢 放在这个影片下方 你可以去参考看看 我相信这两个课程都会对你来说 有很大的帮助 OK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每周二周四呢都会上这些影片 然后在底下 留人让我知道呢 你目前比较倾向 是安全牌 还是勇气牌 还是壮胆牌 你是哪一个类型的人呢 在底下留人让我知道 我们在下一次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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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